举近几年的统计中我们发现 中国奥运会金牌榜的得主中女星居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功帮助女兰拿到了第五名的好成绩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汉城亚运会上 郑海霞率领中国女兰成功未免冠军 当时的她年仅19岁 1994年的市井赛中 中国女兰依旧延续一心四射的打法 整场比赛中都比较侧重郑海霞的进攻路线 在这场比赛中 他们的表现堪称完美 随后在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时候 作为东道主的澳大利亚队 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发挥出色 可在下半场的时候 中国队以郑海霞为核心 一时间这一场比赛 仿佛成了郑海霞的投篮表演 在郑海霞的不断进攻下 中国队与澳大利亚队的分差逐渐变小 最终中国队以66比65的一分优势 显胜澳大利亚队 这场比赛中 王峰 郑海霞 李星等人 基本是打满全场的 虽然在决赛中输给了当时的巴西队 可郑海霞在这场比赛中的突出表现 让他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 最佳中锋 以及得分王等荣誉争号 对于运动员来说 在职业生涯中 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受伤 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郑海霞的身体情况 已经完全不具备去激烈竞争了 而那届奥运会 也是郑海霞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因为长时间过分依赖海霞战术 再加上长时间的训练和比赛 年仅29岁的郑海霞 身体状况已经是叶变差 那届奥运会 作为郑海霞退役的最后一场比赛 却是遗憾收尾 中国女篮未能进入前八 在这场比赛中 郑海霞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当初那样辉煌的郑海霞时代 最终在此落幕 营商退役后的郑海霞 还把双腿已经被过重的体重压得变形 而这对于郑海霞今后的生活来说 无疑是有着一定影响的 不得不说 郑海霞为了篮球事业 不仅付出了自己的青春 还付出了自己的健康 如今的郑海霞常常会自己出去旅游 不过在这一期间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从16年开始 郑海霞的丈夫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郑海霞出现的地方都不曾看见他的身影 以至于很多人都在怀疑两年 究竟是感情生活出现了问题 还是因为他的丈夫想要低调的生活 对于这件事 小鱼只能说冷暖自知 感情这种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也只有当事人清楚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 这里是体育观察员 带你了解运动员背后的那些事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